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这是刚刚租到的家嘛 就还没有添置很多东西 也没有什么好玩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每天过得特别幸福 自由真的是太珍贵了 解除隔离的时候 我出来的时候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我都觉得眼泪要夺狂而出了 那现在呢我已经自由了一段日子了 我想要更快乐一些 那如何能更快乐一些呢 就是接受了台湾老铁们的建议 去感受一下台湾便利店业生活 这个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但是我在大陆是从来没有听过的 便利店业生活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出发吧 我真的回来了 大家可以看这是在台湾的街道 我在去U-back 然后我现在要去 过我的夜生活 我太自由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交通工具 买了两个面包 谁能想到太久不回来了 我现在走丢了 说来你可能不信 两公里的路程 我骑了半个多小时 我越骑越远 那其实711呢 是在大陆非常常见的 还有全家 今天呢我们要去一个 在大陆不常见的 台湾的本土的品牌的便利店 就是莱尔富 我们出发 前方远远的就是莱尔富了 来转一转 买一点想买的东西 有点渴 因为刚刚骑小辆车 骑好久 台湾的商店 真的有特别多 大陆没有的饮料 今天咱选一选 整点好喝的东西 我比较想喝一个茶 来一个这个吧 任选第二件六折 那就再要一个这样 第二件六折 那是一件几折呀 看到了这个 我想到了台湾老铁 教我的调酒方式 买两个调调酒喝 在台湾逛便利店 我特别喜欢蹲下来逛 因为这里没有很多很多东西 都可以挖包 都在下面 让我来一个一个选一选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这个 好可爱的小白兔 这里有它全系列的介绍 有荔枝味的 有梅酒 有玫瑰酒 有茉莉绿茶 我都想尝一尝 这里人来人往 然后我就在纠结 到底要买哪个酒 一直在这看 好了我不纠结了 我全都买一个就好了 这样一样拿一个 换了一个空的小框框 买一点点吃的 不能干喝是不是 我好快乐呀 来个花双 再来个瓜子 哎就是我没吃过的味道 椒麻瓜子 大家吃过这个味吗 然后再来一个肉干 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辣芒果 我想尝一个 为什么小猫小狗的食物 看起来这么好吃 我都想吃 我刚刚看到了这个 特别像那个泰国的一个 这个鱼片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但是这个是 真真品牌的 尝一个 这些薯片 你们爱吃哪一个呢 在我们那里叫薯片 在台湾叫饼干 这些统称都叫饼干 但是我们是叫这种 叫饼干 这种叫鹏化食品 老铁门推荐的 不对 推荐我吃的是五香乖乖 从来没吃过 还有这个 其实最适合夜生活的是这些加热的食物 只有很多便当 但是我吃过晚饭了 就不要吃了 但是我可以拿一些这个 快乐的一天开始了 您猜一下这些大概多少钱 大家看一下我的食物 现在呢已经回到家了 用我的行李箱简易 搭置了一个小小的餐桌 是不是看起来很丰盛 我觉得超幸福 然后今天刚刚在那个莱尔书买东西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特别让我感动的视角 就是我买的东西很多 然后店员一直在帮我一遍一遍的清廉 怕给我多算钱 然后我就看后面排队的阿姨 还有一个女生 他们两个都没有着急 我就一直说抱歉 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为买太多了 然后阿姨就说 没关系啊 买很多就是要慢慢来 然后一样一样确认好 我听到这样的话就觉得特别暖心 在我的家 我生活是一个非常快节奏的人 包括我说话呀 做事情都是超快 但是来到台湾生活以后 会觉得慢慢的心变得平静了一些 安静了很多 因为大家没有人催你 都会说做好就好 可以慢慢来 好不啰嗦了 我要开动了 我的鸡排一会儿凉了 是打我鸡事起 我爷爷就开始带我喝酒 那喝酒想不伤身体 想尽量不要喝醉的 一个好的办法就是喝点酸奶 保护我们的胃黏膜 来吧 我们先 在品尝这么多美酒之前 先来给自己垫个底吧 台湾叫 优烙乳 然后我选的这个是没有加糖的 但是我喝起来还是一种甜甜的味道 今天我们来一个 便利店调酒 其实我之前有看小丽 还有小杜都拍过调酒的视频 那这一次我也来调一个 这个是我临时找的一个调酒杯 还像模像样 还可以摇一摇 海盐柠檬 这是老铁推荐的 说这个反乐其实是台湾的一个 奶茶品牌 他们家的一个海盐柠檬 说这个口感特别好 很适合拿来调酒喝 那我今天就可以长点啊 这多少啊 我也没一棵树 它是235 我还管呢 随手拿起一个 这个是荔枝酒 兔兔酒的荔枝酒 我们尝一尝 它们两个配在一起是什么味 有老铁调酒呢 是按照配比来 鱼肉呢 是按照感觉来 大概 再来点 差不多是2比1吧 荔枝加柠檬 大家猜是什么味道 我弟弟最喜欢吃的水果 就是荔枝 尝口啊 好香啊 这个用于一种 很高级的口感 我感觉我不是在家里 我感觉我去到了 很高档的那种酒吧 有一个帅气的老板 再给我调一杯很高级的 女士酒的口感 甜甜的 香香的 然后荔枝和这个 柠檬 它们两个完全没有违和感 就好像融为一体了 太好喝了 真的太香了 我简直就是调酒天才 老铁们 试试这俩啊 背在一起 绝对没问题 不好喝你来打我 在台湾的便利店 为什么说可以享受夜生活 是不是因为想吃这种熟食啊 或者想吃便当都可以买到 这个是鲜嫩去骨鸡腿排 有点噎人 口感还好 但是因为鸡腿肉比较瘦吧 有点噎人 耶稣 赶紧再调下一个酒瓣 我们就渴着柠檬来 这还有个蜂蜜柠檬 我们来蜂蜜柠檬喝一下这个 玫瑰酒吧 尝尝这两个什么味儿啊 尝一下 还是凭感觉到 到一百 到 到 到二比一的比例 试试 哎呦 拧不开 急需一个能够帮我拧开 酒瓶盖就好了 现在不虚了 这样这样这样 是不是到 到多到少了 条下你看这个颜色 很自然 没有说变得很奇怪的颜色 像果汁 这个是能感受到 玫瑰的香气的 但是这个蜂蜜味稍稍有点重 不推荐大家拿这个蜂蜜柠檬条 这个玫瑰酒 有点遮住了玫瑰本来的一个香气 我觉得如果单纯的喝的话 可能会更好吧 来一口啊 真的果然是 它这个玫瑰香味还是纯硬 更香 但是如果酒量不是很好的话 可以再试试其他的酒 拿来调一下试试 也请老铁们 懂调酒的老铁们来给我推荐一下 咱调点啥好 我试把这个荔枝倒进去呢 荔枝玫瑰 哎柠檬 什么感觉 我就是一个天才 这一段要让调酒师看到了 一定会被我气坏了吧 尝一下啊 尝一下 干杯 有点好了 刚才那一口一下喝多了 但是我觉得加了这个玫瑰和荔枝 然后还有加了一点点这个 海盐柠檬的话 它的口感就变得更加清爽了 我这是用了两种饮料 对了两种酒 可能这个两种酒放在一起 它的层次感会更好 大家可以试试这种进阶的喝法 比刚刚那个好一些 反正那个海盐柠檬 真的很适合调这种 这种彩色的酒 老铁们现在眼前就是这个 辣芒果干 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 芒果干和辣椒 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 怎么是这种颜色 芒果我印象中不是黄的 或者绿的吗 还挺好吃 对不起 刚才我的表情冒犯了你 真的挺好吃 又怎么有一种鲜渣的味道呢 哦 这个配料里有茴香和肉桂 还有丁香 这应该很滋补吧 很养生的一个东西 嗯 下酒正好 那个大蒜味的花生算得好吃 贼下酒 我们在家的时候就喜欢吃什么 奶香的 蒜香的花生 不错 我现在就是隔空和老铁 你们一起喝酒聊天 哎 你们吃过这个 什么焦麻味的瓜子吗 我这两天晚上睡不好觉的时候 就特别想喝酒 然后在IG上也发了一些 喝酒的线动 老铁们就给我出魔化色 告诉我喝什么酒好喝 但大多数推荐给我的 都是一种调酒 便利店调酒 这个焦麻味的瓜子也好吃 今天买的东西都不错 老爷们今天咱喝第三个酒 是美酒 几关便利店调酒的朋友们 也可以看一看 我这一次调的怎么样 这次咱先倒酒 然后再用这个 我喝了几口的冷泡茶 在台湾大家喝茶真的很奇怪 然后我也正好是一个喜欢喝茶的人 所以能找到很多好喝的茶 这个就少少的放一点点茶吧 因为我更想尝这个美酒的味道 干杯 这次小小口哈 我以为这个酒很多很多 然后茶很少会很苦很辣口 所以我小小口怕给自己辣到 但是我喝进嘴里以后 发现这个梅子很甘甜 但是又不是那种后甜的 梅子的清香也能尝得到 然后也不会苦涩 入口很柔 适合女生去喝酸酸甜甜的 蛮适合在春天这个季节的 煮鸡蛋我吃伤了过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都不爱吃鸡蛋 但是来台湾以后 我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鸡蛋 叫唐心温泉蛋 对这个鸡蛋重拾信心了 吃的时候哈 他里面还剩一点点汤 我都喜欢把这汤给喝了 就着这个唐心的鸡蛋往上去吃 哎呀 我刚刚忘给老铁们看一下里面的唐心的 我一口吞了 反正就是很好吃 橘黄色的 像这个图片上的一样的 一样的那什么 就是食物和图片相符 这夜生活 我要给自己打个100分 既响应了防疫号召 没有群聚 又满足了自己想吃吃喝喝的心理 而且还蛮省钱的 你出去喝一杯调酒的话 怎么样也要 一二百台币 或者二三百台币吧 但是我这样的酒喝了一点以后 我觉得我还能再喝很多次 还挺划算的 最后就别无选择了 就是这颗冰酿 好像也不太认识 繁体自有的认不全 或者说这 我就是不认识 对不起 剩一个这个茉莉绿茶酒 和这个冰酿苹果酒 添加了一些益生菌 我觉得最后喝一喝吃多了 消化一下这个食物 促进一下肠胃的蠕动 这个果汁和酒的一个比例是2比1 这个呢我是没有喝过的 但是我在IG上看 有老铁跟我分享说 它比较适合和福特加这种酒调在一起 因为它能够掩盖住酒的味道 比较适合拿来调酒 给五太喜欢有酒味的女生喝 如果女生喜欢喝酒的话 可以试试用它去调 调福特加 那我今天呢就拿它调了这个茉莉绿茶酒 我都感觉不到 我是在喝酒 就是纯纯的酸酸甜甜的那种 果醋的感觉 视频的最后呢 想回应一下关心鱼肉的老铁 就是我IG有时候发现 那我会发现一些自己的心情 就比如说我在喝酒啊在干嘛 老铁就关心我问我 为什么你总是在喝酒 那其实我没有喝大酒 没有往伤身体的那方向喝 单纯的就是享受这个微醺的一个感觉 因为家里最近出了一些事情 然后鱼肉呢又是那种比较喜欢操心的人 总是考虑懂考虑西 喜欢冲在前面 尽可能的为家里多做事情的一个人 所以对我而言呢 学习啊 然后拍摄视频啊 家里的一些事情啊 给了我一点点压力 压力太大呢 我就容易睡不着觉 所以在睡前呢 我就喜欢调一点小酒 喝的微醺刚刚好 也不伤胃也不伤身 然后就好眠 所以我才会去选择喝一些酒 不是说什么借酒消愁 绝对没有 单纯的就是起到一个助眠 能够让我生活正常运转的一个作用 但是如果你是看我视频的未成年人 我要提醒一句话 未成年人禁止饮酒 等你18岁以后再喝酒 不要学鱼肉 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烂芒果干这么好吃 还怎么下酒的 有没有想到这个兔兔酒 就是好看还挺好喝的 都挺意外的 今天呢开箱的所有的食物 啊 我怎么忘了这个五香味的乖乖 好了不跟大家聊了 我要去继续吃 继续喝酒了 希望大家早点休息 然后呢也希望 喜欢便利店调酒的老铁 来跟我分享一下 你喜欢喝哪种酒都怎么调酒 我来学一学 下次我来喝你调的配方 那喜欢鱼肉调酒配方的呢 也可以试一试 来一起共享一下鱼肉尝试过的味道 说不定你会爱上这种调酒的方式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喜欢鱼肉记得点点订阅 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哦 记得追踪我的IG哦 可能会看到我的一些生活动态 拜拜 晚安 祝你好眠